部分一个是一些清爽的 开头是一个外耳道胆脂瘤复发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胆脂瘤的典型的表现 对外耳道有挤压膨胀式的破坏 后面是真菌 真菌可能有一些重口味 但是确实有些朋友很喜欢 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 今天有一个哥们来 就是后边的其中有一个 我当时跟他说用药物可以控制 减少发作次数 这哥们来了一句 要不用药是不是能天天来清理 我说你拉倒了 因为他是看的现场 在这个大屏幕下面看着很爽 这个仅仅是代表他个人 这个我们该治病是另外一回事 真菌的清理完了 以后后边再说了 这个可以看出 这种情况如果在用传统的浸泡冲洗 包括用浸气清理都很难 因为他最外层的这个脚化层 这不是脑子 这可不是脑子 很多人看到这个白的 开玩笑 估计很多朋友也知道是在开玩笑 倒是觉得想把脑子掏出来 脚化层 这珍珠层之类的这种 亮晶晶的 这种是一种脱落的物质 形成脚化 所谓的脚化 它就没有细胞层次 比较均一均值 在显微镜下染色是一个均一 没有细胞的形态 有点像这个肢脚质量 这个呢 像这种情况 他本人可以没有任何症状 因为他没有完全的堵满 没有完全堵满 大家可以看到 在清理之前 这个骨膜的一半 骨膜的一半区域是暴露 只是在外耳道的底壁 一个这个深坑里边 形成了这种脚化的主刺 好 这是一个外耳道胆脂瘤 复发清理的过程 这个在耳雷镜下处理 就非常简单 检查一下 这个病例好像是 之前是不是做过手术 就上一次的这个胆脂瘤 好像是手术清理的 可能是我记不清了 钉银块 所以这个钉银啊 还是胆脂瘤 其实在耳雷镜下 用钩子划两下 就很容易就判断出来了 这个 看多了 这个非常容易 不太会漏枕啊 不太会漏枕啊 或者是误枕啊 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内镜啊 单纯靠 肉眼啊 包括这个电耳镜啊 有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简易的 像手电筒 这个 它里头有个光源 然后那个也能看 那个也容易漏 因为你不上手 不拿钩子上去操作啊 只看外边 因为单纯流的这个 早期的单纯流最外侧 跟丁铃非常像 但是钩子一钩就能看出的 不一样 差距非常大 好 开场的这两个呢 是清爽的啊 清爽的 后边这个就有点啊 如果新朋友一些口感 不重的 小心啊 这个就是真菌啊 这个很容易 这种片 虽然我没有看见 还没有暴露出 内侧的这个真菌的菌丝 但是这个 这么多年 做完那件操作经验 一看这个架势就是 那挑开了 大家可以看到 里边这个白色的菌丝 它本来是一个全筒状啊 后来拿棉签去捅 把这表面的一些层皮 给搓进去了 所以就阻碍了里边 所以这个也是啊 如果没有内镜的话 依然会被认为是 叮咛拴色啊 点药 进方冲袭 包括信息 但是这个还好啊 这个能也能冲出来 这个冲袭倒没有错 还有个问题啊 如果按照丁宁处理啊 你冲洗完以后 不再使用抗真菌的药物治疗 这个真菌很容易啊 非常快 一周两周就出来了 就很多朋友说 这个为什么我的这个丁宁会特别多啊 让医院每个月都要去洗啊 小心点 有可能就是证据 当然这种都是大片的啊 有一些 这个散帅的小碎末 那个不是啊 那个不是 这个是大片的 在骨膜表面啊 还有 在骨膜表面还有 这种片如果比较薄啊 比较厚的话 可以直接用勾针上去剃啊 用勾针直接在二雷镜下 只要患者能够稳定的配合 这个都没有问题 当然有的时候儿童不行啊 还有一个有些 稳定性很不好 有些这个小姑娘啊 或者特别紧张啊 这个是 直接呢 在骨膜上操作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一般是看他前妻的反应 如果前妻配合非常好啊 可以尝试一下 骨膜表面也护着一层真菌的毛啊 这是个老大爷好像 它这个真菌的 骨膜表面的真菌块呢 比较薄啊 所以就没有选择用吸引器去清理 而是用 没有选择用勾针 没有选择去勾针清理 而是使用这个吸引器啊 吸引器也有麻烦的问题 有些特别干燥的这种区域啊 吸引器很难吸得上来啊 骨膜完全露出来了啊 可以看到完整 没有窗孔 这个时候可以用第二页 稍微泡一下 把它泡湿一点 黏糊一点 这样的吸引器能 作上来啊 这人的腕道比较窄 空间窄 好 把这个残留的啊 残留的清洗掉 最后清理掉 然后呢 就往里头打药 之前已经有很多朋友 看过打药的这个视频啊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不是一个规范的操作啊 这都是很多医生自己琢磨 一遇到实际情况 反反复复尝试啊 就是各自可能也有些医生 也有别的办法 大家在实践当中的摸索 我大概是从去年吧 去年的时候 也遇到了一例 比较顽固的证据 之前我都是拿这个长边签去涂啊 之前拿长边签去涂药的 后来那个病例实在是涂不好 而且是外地的病例 来一次大老远跑很多 逼得我没办法 之后突然突发奇想 好啊 把这罐清理掉啊 这个刚才泡的这个液体呢 是碳酸氢纳啊 碳酸氢纳一个碱性的 一般是用它来软化丁宁 其实啊 真正软化丁宁不需要特殊的药啊 自来水都可以 只是说那个碱性的这个碳酸氢纳啊 对真菌会有一定的抑制啊 会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 虽然它是没有办法洗掉沙蜜的作用 然后这个就打药就完了啊 这是一个真菌的病例啊 这是另外一个年轻小伙子的 这个呢 就基本上全在骨膜里 它外侧呢 自己逃出我一部分 自己想办法弄出一部分 所以说 遇到这种真菌情况 我不建议大家去自己动手啊 这种简易的啊 这个网上销售的简易点雷劲 可以观察啊 就是因为有的人耳朵痒 耳朵闷 不需不需要去医院啊 或者需不需要去处理 如果你之前得过真菌 那肯定应该大概知道 如果没有 那通过这个可以判断 但你要想自己操作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因为现在我们网上所销售的耳内镜 最小的直径是3.9 3.9毫米 这个在外耳道里操作 还是比较难度比较大 你即便是给我啊 我可能用起来都比较费劲 你不要跟说 你自己拿这个玩意儿 套的外耳勺子 这是现实的啊 很不安全 很容易损伤 更多的就是一个观察啊 简易点耳内镜是应该观察 但是我们 哎 没办法 我们这个有些同行拿着这个 昂贵的意料用耳内镜 也来用 只用它观察 这就不应该了啊 拍张照片 然后不做特殊处理 这个就不应该了 从上面挑出来啊 针菌的针菌斑块啊 勾支 K掉 视频上链接的这个 眼泪镜呢 这个可以通过后台啊 如果你拍到了 有异常 有证据啊 有窗孔 或者有什么 你看不懂 可以跟后台的 客户人员沟通啊 我们每周会安排 一次的答疑的时间啊 好 这个骨膜已经完全露出来了 然后就往里打药 就完了 打药这个就不再重复播放了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周四再见